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对我来说圣诞节是我信仰的核心 你可以想象这个伟大圣圣的天主 变成一个小小的娃娃 可以拥抱的一个娃娃 完全依靠我们人的娃娃 那个五颗箭的天主变成有面容的 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的耶稣 他会从古老的时代一直教导我们 是天主讲生成人是为了我们人 有可能成为天主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想法 我是想天主多么渴望我们接近他 所以他自己进入我们人间 也就是说如果天主变成纳资勒的耶稣 那我在我的身边人身上可以看到他 就是说现在天主有我弟兄的面孔 我要爱我的近人我就会爱天主 所以圣诞节就是变成天主宁静我 他是在我身边人的身上 假如你12月24号到波兰 你会觉得乖乖 就是大街小巷都没人 因为在家户户都要团圆 好像你们过年的感觉 就是一定就是圣诞节前夕 晚上所有的家人要聚在一起 然后传统上要吃有12道菜的晚餐 一定有鱼啊 每一道菜有它的意义啊等等 但是吃这个晚餐之前 平常就是爸爸或爷爷会读 关于耶稣诞生的一段福音 然后唱一个圣诞节的圣歌 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传统 我们会把面饼 因为波兰人很常常吃面包 对我们来说面包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把一个面饼 然后每个人拿一块 然后彼此之间许愿嘛 就是说我祝你健康啊 祝你一路顺风 一切是如意啊等等 然后我把这个人的面饼 剥一块 他剥一块 这好像变成我们要共荣的一个象征 那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些冲突 或是不宽数的地方 那一天我们说一定要想要和好 就是小朋友比如说他们吃完饭 我不期待就是吃完后 要把圣诞树下面的礼物打开 可能爸爸 舅舅会聊聊聊有的美的事情 可能快乐的一个气氛 我们也会唱这些圣诞歌 那平常我们就是晚上之后 唱歌之后 我们到十二点 我们会去教党 参加就是这个平安夜弥撒 那那时候就要穿很多衣服 因为波兰的冬天他们来看看下雪 那发念更是如此 所以对小朋友 有一种好像冒陷的感觉 要出去到外面 但是这个 你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个印象 但是是因为波兰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才不一漂亮 我们开始去庆祝 他在学校 姐 我们在学校